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我们一起来想一下 嗯 我的父母呢 他是住在农村对不对 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 而且非常喜欢住在老屋 我和妻子呢 去城市打工 经过努力呀 我们买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装修完呢 父亲开心的不得了 当时妻子说啊 流川钥匙给他们 有时间可以来住呢 父亲拒绝了 后来呀 我和妻子呢 要去城市打工了 临走的时候呀 父亲来看我们说 流川钥匙给我们 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过来帮你们晒晒被子 打扫一下卫生 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后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生词部分 第一个 长途 长途电话 我们可以说 长途电话 大家在中国给外国的爸爸妈妈打电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 打长途电话 也可以说 长途客车 也可以说 长途旅行 课文中呢 出现的是 长途车 OK 好 看一下第二个 动 动的大哭 我的手动的通红 这个是动 大家知道北方的天气非常冷 所以呀 在北方冬天的时候呀 我们会动的大哭 脸都动红了 想象 它是一个动词 to image 嗯 我们可以 大家来中国以前 有没有想象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是想象 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 请大家想一下 想象一下 你们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OK 这个呢 是想象 同时我们可以说 中国啊 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嗯 好 看一下下面 灰尘 房间里都是灰尘 它在扫地 所以呀 屋子里边都是灰尘 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家里边都是灰尘 我和妻子啊 想象着什么呢 打开家门 满是灰尘 到处都是灰尘 OK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 亮 它是一个形容词 也是一个动词 我们可以说 这儿的光线很亮 天亮了 天亮了 自己家亮着灯光 屋子里的灰尘 屋子里的灯灯亮着 OK 好 看一下微笑 嗯 服务员微笑着 对我说 欢迎光临 老师微笑着 给大家上课 我非常喜欢他的微笑 所以我们发现微笑 它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 微笑着给大家上课 这个时候呀 它就是动词 我非常喜欢你的微笑 这个时候呀 微笑就是名词 OK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 温暖 看一下温暖啊 它可以说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动词 比如说 屋子里的灯光很温暖 它的微笑很温暖 这个时候呀 是形容词 我们也可以说呀 用作动词的时候 它的拥抱温暖着我 这个时候呀 温暖呢 是用作动词 所以要大家记住 温暖呀 它是形容词 也是啊 动词 它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看一下 32 立刻 立刻它是啊 副词 放在动词或者是啊 形容词的前边 它的意思就是 at once inmediately 我们可以说 请你立刻出发去学校 立刻呢 要放在出发的前边 因为它是副词 我立刻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造句子 请你立刻回答我的问题 ok 好 这个是立刻的用法 大家明白了吗 看一下 33 扑 扑面而来 这个是冲着脸朝脸过来 这个动作叫做扑 嗯 我们可以说回到家的时候 温暖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 就是迎面过来 扑面而来 嗯 刚出房间 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ok 我们也可以说 嗯 邻居家的狗朝我扑了过来 邻居家的狗向我扑了过来 嗯 这个呢 扑是一个动词 我们可以说动物或者是人 它朝我扑了过来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它向我扑了过来 来拥抱我 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空气 比如说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 也可以说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 卧室 我们可以说这个房间有几个卧室 我要回卧室休息一下 卧室 好 看一下下面 35 扑 扑床 请把床扑好 卧室床上的被子也扑好 看一下36 飘 飘来阵阵饭菜香 这个呢 叫做飘 我们也可以说是在空中飘 也可以说在水上飘 可以说湖面上飘着一只小船 空气中飘着一阵阵花香 阵 它是一个量词 我们可以说是味道 也可以说是动作 比如说一阵花香 阵阵花香 阵阵饭菜香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部分的单词 长途 动 想象 灰尘 亮 微笑 温暖 立刻 扑 卧室 扑 飘 正 大家掌握了吗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两个单词 感受 感受啊 它是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 to feel feeling 每次回到家 都让我感受到非常的温暖 这个时候呢 是动词 说一下你们的感受 那这个呢 就是名词 我能够感受到 父母非常的爱我 这个时候呢 是啊 动词 立刻呀 感受到家的温暖 好 看一下39 流泪 流泪的意思啊 就是哭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OK好 这就是今天学习的单词部分 大家掌握了吗 现在呢 我们带着今天学习的单词 一起看一下课文的第二部分 首先啊 老师给时间 大家自己来读一下课文的这一段 听话 uve 让你еп 有 踵 爱 我们 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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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微笑着的父母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 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 暖气开着水已温热 卧室床上的被子已锁好 已铺好 厨房里飘来振振饭菜箱 OK好请同学们回答老师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家的时候我和妻子想象着是什么样子的 回家的时候我和妻子想象着的是什么样子的家 OK ok 非常棒我和妻子啊想象着的是啊打开家门满是灰尘冷冷清清的景象对不对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心里觉得发寒那我们打开门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 嗯 开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微笑着的父母 然后温暖的气息啊立刻扑面而来 房间里面没有灰尘 被父母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且暖气开着水呢已经温热了 卧室床上的被子已经铺好 厨房里还飘来振振的饭菜箱 这是呢我们回家的时候看到的场景 好 现在请同学们读一下第二段 好 现在请同学们读一下第二段 好 好 现在请同学们读一下 请同学们读一下 感谢观看 OK好第二段不难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父亲说你妈昨天接到电话 知道你们今晚回来 今天来新房忙了一天了 原来父母要我留下串钥匙 只是为了让我们回来时 能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鼻子一酸流下了热泪 看一下老师想问下问题 父母为什么要留下串钥匙呢 是为了让我们回来的时候 能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 不是不满灰尘冷冷清清的家 对不对 那我来之前父母做了什么呢 嗯在新房忙了一天了 打扫房间对吗 OK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内容 大家掌握了吗 嗯非常棒 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学习的语法点 第一个 立刻 立刻呀它是一个副词 我们常常的用法是立刻加上动词 它表示的就是马上的意思 强调呢 强调呢一个动作紧接着另一个动作发生 两个动作呢发生的非常的快 立刻和马上啊 比如说很多人会问老师立刻和马上 他们有区别吗 嗯是有区别的 现在老师给大家讲一下 立刻呀它形容的就是一个动作 紧接着另一个动作的发生 比如说上了楼开门的竟是微笑着的父母 温暖的气息呀立刻扑面而来 就是开门之后呢温暖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 这两个动作的时间非常的短 这样呢我们叫做立刻 马上啊当我们说时间很长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马上 比如说现在是冬天 春天啊马上就来了 那这个马上呢 间隔的时间是不是很长啊 当我们想说间隔的时间长的时候呢 只能用马上不可以用立刻 明白了吗 OK好 原来父母要我留下串钥匙 只是为了让我们回来时能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 立刻感受到家的温暖 形容的就是啊两个动作呀 矮着非常紧 那两只羊一见到青草就立刻去吃草了 见到青草和去吃草这两个动作呢 是矮着的非常的紧的 这个时候呀我们要用的就是立刻 OK大家掌握立刻的用法了吗 一定要注意立刻和马上的区别哦 当我们来说两个动作或者是时间很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马上 当时间很短呢 我们可以游立刻也可以用马上 好那我们做个小练习 请大家完成下面的句子或者是对话 用我们今天学习的立刻这个词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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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完成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下课 他就立刻跑回了宿舍 他就立刻向食堂跑去 看一下 我快被气死了 请你立刻到办公室来 你能帮我通知他这件事吗 好的我立刻通知他这件事 大家答的怎么样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词语搭配的内容 词语搭配这部分呢 老师再强调一下 这部分的内容 这部分的内容非常的重要 大家呢要知道我们今天学习的词语 要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固定的搭配 OK OK好看一下 长途我们要怎么来搭配呢 我们可以说 长途旅行 长途汽车 长途电话 OK好看一下 一辈子 一辈子住在农村 一辈子没出过国 一辈子住在农村 一辈子没出过国 坚决 我们可以说 坚决反对 坚决改正 Rectify我们是改正的意思 你一定要坚决的改正你的态度 他坚决反对我出国 这个是坚决 好看一下 断我们要怎么样来搭配呢 打断 正断 这个正啊是使劲用力的意思 他使劲把绳子正断了 摔 他把腿摔断了 这个是摔断正断和打断 看一下下面 不得了 不得了 行的就是非常非常整 我们前面可以加热的不得了 今天天气四十度 我热的不得了 也可以说累的不得了 我工作了十个小时 现在累的不得了 急的不得了 急的不得了 我联系不上我的孩子了 急的不得了 兴奋的不得了 他考试考了第一名 兴奋的不得了 热闹的不得了 热闹的不得了 中国新年的时候啊 热闹的不得了 好看一下 下面数量词加上名词 看一下套这个数量词 我们可以加哪些名词呢? 一套房子 一套家具 一套餐具 一套邮票 一套西服 镇呢,我们可以说 一阵风,一阵雨 还可以说一阵歌声 一阵香味 OK,这是我们词语搭配的部分 请大家跟老师再读一遍 然后呢,在课后的时候 请大家把这些固定的搭配 深深地记在你的脑海里 长途旅行 长途汽车 长途电话 一辈子住在农村 一辈子没出过国 坚决反对 坚决改正 打断 正断 热的不得了 热的不得了 累的不得了 急的不得了 兴奋的不得了 热闹的不得了 看下下面的套 我们可以说 一套房子 一套家具 一套餐具 一套邮票 一套西服 震 一阵风 一阵雨 一阵歌声 一阵香味 大家掌握了吗 好 那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请大家做一下第一题 选择正确的答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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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大家做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他的态度 老师说过 态度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坚决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 A 他的态度很坚决 恐怕不会改变主意了 我们从后面这个意思能够知道 他的态度是 不会轻易改变的 那与意思相符的是 A坚决 B呢 我们常常是说坚持做什么 他每天坚持运动 所以坚持我们常常是态度 坚持啊 我们常常是坚持啊 做什么事情 看一下第二个 只有一个星期了 春节啊 嗯 马上就要到了 老师刚才讲了 马上和立刻的区别 立刻呀 是一个动作 紧跟着一个动作 中间的时间非常短 如果我们想说时间比较长呢 我们要用马上 比如说春节呢 他还有一个星期 对不对 那他这个时间啊 是有一点点长 我们就要用马上 看一下第三个 最近气温太低 河里的水都被 嗯 冻住了 对 我们常常说 脸被冻红了 水被冻住了 冷呢 是人感觉到冷 天气很冷 看一下第四个 女服务员给了我一个什么的微笑 我们的答案是 温暖的微笑 暖和我们常常形容的是 天气 人 我们常常是用温暖来形容 所以是第二个 大家答的怎么样 OK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题 给括号里的词 选择恰当的位置 看一下这四个 请大家做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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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D 我会照顾他一辈子 答案是第四个 一辈子要放在他的后边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答案是什么 A对不对 非常好 不得了了 他们俩大吵了一架 应该是A 不得了 非常惊讶 不得了了 这样的一个说法 第三个 他病了 老师和同学们 把他送进了医院 答案是 C 立刻呀 要放在把的前边 然后呢 他是说 同学们 老师和同学们 立刻把他送进了医院 花园里飘来花香 答案是 C 一阵花香 所以答案是 D A C 大家答对了吗 OK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跟老师 复述一下课文的内容 每节课呀 我们在讲文阅读的时候呢 老师都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复述内容 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复述内容呢 是因为我们要提高大家的阅读速度 和理解课文的一个能力 我们看着重点的词语啊 就能够把刚才想到的词 刚才看到的课文 然后想到的词汇 根据关键词一起来连下来 这样呢 我们在做SSK五节 阅读理解的时候呀 可以提高大家的阅读速度 和答题的正确率 OK 好 我们看一下 去打工之后呢 嗯 转眼呢 半年了 我和妻子啊 打算回家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下了长途车 下了长途车 我们想象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布满灰尘 冷冷清清的样子 对不对 等我们走到楼下的时候 抬头一看 发现自家的灯是亮着的 等我们开了门 等我们开了门呢 父母微笑着 等着我们进来 我们顿时啊 一股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 立刻呢 立刻呢 感觉到了非常的温暖 然后呢 我们知道 为什么 父母要留一串钥匙呢 因为呀 他们想 在我们来之前啊 让我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 让我们不会看到 布满灰尘的房间 也不会冷冷清清的感觉 所以呀 在我们回来之前呢 妈妈就提前过来 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听到这里的时候呀 我瞬间流下了眼泪 这是我们这节课 讲的课文内容 大家还记得吗 OK 在这里呀 我们结合着之前的内容 之前呢 我们是 这节课的题目是 流传钥匙给父母 父母啊 他不喜欢离开老家 对不对 然后呀 我和妻子通过努力呢 买了一套房子在县里 装修完之后呀 父亲非常的开心 这里我们用的一个词是 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呢 搬新家的那天啊 父亲喝醉了 天色已晚啊 我和妻子呢 都想让父亲留下来住一晚 但是啊 父亲和母亲坚决 坐最后的一趟车 回了老家 我和妻子呢 我和妻子呢 想着流传钥匙给父母 开始的时候呀 父亲是不同意 在我们临走的时候呀 父亲说 想要留把钥匙给我们 他们 我们不在的时候呢 父亲和母亲 可以常来住一下 也可以帮我们晒晒被子 打扫打扫房间 转眼间呢 我们打工半年了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下了长途车呀 天气非常冷 是一个深冬 我和妻子啊 想象的家的样子呢 是布满了灰尘 冷冷清清的样子 然后呢 当我们走到楼下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自己家的灯 是亮着 一开门的时候呢 父母微笑着迎接我们 一股温暖的气息 扑面而来 我们立刻感觉到了 家的温暖 原来呀 父母要留把钥匙给他们 是因为 他们可以 在我们回来之前呢 让我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 通过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感受到了 父母对我们的 深深的爱 对不对 嗯 瞬间流下了眼泪 OK 这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课文内容 现在呀 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扩展 是SSK五级话题分类的词汇 今天啊 主要是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亲属的称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外公 姥姥 这两个我们要记住 在上节课的时候 老师讲过了 外公和外婆 是南方人来形容 Grandpa and Grandma 姥姥和姥爷呢 是北方人来形容 Grandma and Grandpa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外公和外婆 姥姥和姥爷 这个外公是南方人说的 外婆 姥姥和姥爷呢 常常是啊 北方人来说的 OK 好 姑姑 舅舅 老婆 太太 兄弟 这些亲属词语 都非常简单 大家掌握了吗 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啊 交往的词语 第一个 小气 不愿意花钱 很抠 我们就叫做小气 周到 就是做事情非常好 非常的让人满意 我们叫做周到 坦率 就是很直接 我们叫做坦率 小气 周到 坦率 好 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下面这四道题 从上表中选择合适的词语来填空 我们叫做坦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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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旧 所以啊第一题呢是旧旧 第二个 什么的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 嗯非常棒 第二个呀我们要说的是 坦率 就是很直接的说 我说的很直接 我们可以说坦率的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 常常是用来提一个意见 来说明说话很直接 你不要见外 坦率的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 第三个 你怎么这么什么啊 好朋友借点钱都不愿意 我们看一下他说 好朋友借点钱都不愿意 那说明他 那说明他哪一个呢 嗯 周到 周到 我们形容做事情 非常的满意 那就是周到 所以啊 这四个答案是 妈妈说 他哥哥明天会从老家来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舅舅呢 坦率的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 你怎么这么小气呀 好朋友借点钱都不愿意 这次来北京参加会议 你们照顾的非常周到 大家明白了吗 OK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